好,回到第二节的白鬼夜闻 第二节啦 第一节呢,讲了那个故事呢 其实我在group呢,刚刚的那么巧呢 其实在早几个小时,我放了杀古佬讲鬼的一段短片 我觉得都挺适合的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他讲,有就一定有的了 如果是那个残存,尤其是死了的人 他在留在那的时候,可能刚刚死的时候 他形容就好像一个引擎 色的时候,其实那一下最大反应 但是就是一下的 至于用在人那里来说,当人在活着的时候 引擎着色的时候那一下的反应呢 其实那个能量都很大的,他形容就 但是呢,无论如何呢 其实他终归讲的那样东西呢 除非你有那么有自信能够去应付 如果不是的话,尽量断绝去接收这样东西先 就是他在那里,你可以不愿意接收的 嗯,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之余,尽量都不要愿意接收那样东西 是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理他呢 其实你当是心灵上,还是脑电波 你如果肯接收,他自然跟你连结了 是,是会啊,就是你心里面打开了道门 是啦,是啦,简单说就是你打开道门 欢迎他,welcome的,他跟你说下去的 其实是很大引诱的,如果卡讲的 他觉得他真的有生意啊 我刚才也想一想啊,大佬 是啦,你也想一想啊 是啊,因为是会贴… 那你和湾仔那些宵夜,在街宵夜那些 其实想法是一样的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所以,看你承不承受得到,你自己觉得 是啦,即是,归根究底是这样东西 大部份人,一般对你中谷的话 你是没那么多能力的了,简单说 是啊,真的有很大誘惑的 即是你能控制到他,是啊,是啊 而且你自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没有了,刚才他说的 他要你抓住的时候,一下子… 但是现在就,现在就没有人会这样想的了 对他们来说,你问我,我也很难抉择 他会觉得是顺其自然 是啊,顺其自然 反正官人来也是顺其自然 我一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停的了 可能其实去到的时候… 到时又接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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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这样的嘛 还有就是,到恶运来的时候 就说,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不想想之前受了多少 嗯 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人性的考验 人性的考验 我敢说,譬如有人拍你肩膀 去吧,放心去做吧,我支持你 那你就依赖了他 是啊,是啊 到时的时候,你… 而且他说那句,究竟是不是有能力的人 他只不过可能是一句而已 是啊 就是推你去死而已 可以这样说 那这个人是鬼,其实也很可怕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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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心要利用你的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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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考验你,你自己觉得自己能否赴得到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向好的方面去想的 是啊 就是唯有是这样的 是啊 到会找数的时候就不知道 懂不懂得什么时候收手 或者要做些什么 或者有没有高人指点 其实有没有鬼都是一样的 当你买股票一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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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是,那些是新外物 问题就是会担心健康问题 是啊 或者自身方面的问题而已 那现在他们暂时就 应该都不会想到这一样东西了 是啊 是啊 不要说见不见到,没有想过 是啊 不是,那他 听你刚才那样说 他也有找那些附近的人 他说 你照常供奉先咯 有东西就要提高警觉那类 那类吧 他也要找过 我想高得吧 是啊 多调理身体 但是那些是否高人就不知道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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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那一句 他说是没什么责任的 其实这间房里面四个人 他们来问我 我们都能回答他 是啊 是啊 每个都不是答案 每个都正面的 这些答案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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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说过 scanned的一件事 现在这个 不是这家人 只是我朋友 另外一个 他自身 不是弟弟的故事 是他自身的故事 这一个就是说他讀大学那段时间 他40几年前 二十三年前 即是千七年左右 是的,比我少少 他是我的同行 他也是茶籠 所以 大家都挺投契 他那時候 去讀大學的時候 因為 想盡量省多些錢 那時候 剛好有個親戚 在大學附近 就有一個單位 這次就不是透天 這次就是公寓 即是都是台灣的 是的,都是台灣 這次應該不是嘉義 因為以我所知 他是好像 去了再南一點的地方 可能是 台南或者高雄那類的地方 這個 就是發生在公寓那裡 公寓就是 一座樓 一層樓裡面有三四個單位 好像現在香港的大廈 但是很矮 可能五六層高 但是 當作是舊式堂樓 要延樓梯 要延樓梯 他那裡有個單位 簡直是親戚 那親戚就說 行了,沒有人住 那裡 像徵式 交租 他計算過 說省一千 一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出去租房子 又是另一個價錢 住學宿舍又是另一個價錢 比住學宿舍更便宜 省了多少 省了多少 省了自己用也好 然後就租進去 這個公寓 他就 有房間 大家有沒有玩過 還原 還原 那隻遊戲 還原那隻遊戲 我就沒有特別玩過 一人沒有玩過 很大爭議 那隻還原 反校那間公司出的還原 但是沒有還原 大家聯想一下 還原裡面的走廊的景色 就是他那座公寓的景色 那就是一條走廊 鐵閘 木門 一條走廊裡 可能有兩三道鐵閘 去到走廊尾 總之有一條很長的走廊 走廊什麼時候都惹人下屍 一條走廊 一髒一陰暗 這樣就 只剩多故事 一有一個倒轉的地拖放在那裡 什麼的 一支白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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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 玩到這麼大 香港那些鬼故事 走廊一定是白蠟燭 白蠟燭和足球 有足球變了人頭 反轉地拖下面 就掛著膠袋 掛著背心膠袋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在走廊尾 吊了一條長裙 浪沙 吊穀它 掛在上面 這一類的走廊就是 其實他都知道 將貨售價 自己給這樣的租 就知道會住在哪裡 其實他都有心理準備 但是沒有我們形容得那麼差 OK的 光猛的 但是他知道那座公寓 那座公寓已經不是那麼多人住了 空寓都幾乎一半 還有少許人住 是還有少許人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沒有人有興趣發展 就繼續在這裡 地方大 他說很見勢 非常見勢 例如現在的舊式堂樓 一千呎地方 你一個人住而已 然後他就說 他那裡唯一令他困擾的東西 就是他的走廊中間那個位置 就有一個單位 就有人住的 嗯 那個單位呢 長時間呢 都是 有鐵閘有木門的嘛 是 長時間呢 都是木門打開的 是 但是鐵閘呢 是 OK啦 我也是 就好像以前的公屋 我也是打開木門的 是 就好像以前 就是他長時間的 還沒見過他 是 嗯 但是呢 另外困擾的地方就是 那個單位 住了一個傻佬在裡面 是 每一次那個傻佬聽到腳步聲 就跑出來 鐵閘那裡 是 噢 鐵閘 就沒有 沒有 任何聲音都沒有 沒有 只是站在那裡看著你 就是站在那裡掛著你 掛著你 你經過 是 你出去也好 回來也好 很厲害 總之 你任何時間呢 總之 有八成機會會見到他 是 他就看著你 只是站在鐵閘後面看著你 他不會嘔到鐵閘的 他不會突然打出來追你 什麼聲音都沒有 什麼聲音都沒有 但是你只是看到他對眼看著 你看到他對眼看著你 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看到他全身的 OK 不是鬼來的 那個人 真的是人來的 是的 這樣呢 這樣證明傻佬不出聲 是 他真的傻佬 他說他真的傻佬 他說 自從 自從有些 不是 如果他這樣的環境 出了聲 出了聲 都不是正常的 出了聲都未必是正常人 其實這樣企發出不出聲 都是錯的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這個有點奇怪 雖然又幫不到你 但是 哈哈哈哈 哈哈 你這個問題 怪不得 他說那個傻佬呢 自從有這個傻佬呢 所有來過他家裡的同學 都不敢再上來了 哈哈 他家裡多大都好 沒有人敢來聚會 因為那個人實在太可怕了 整班人都站在門口 看著他 其實應該就是要學忍者走路 不要有腳步 他試過啦 試過 你說起忍者剛剛就是摩尼智 摩尼智天的彈神 是啊 所以都是念摩尼智沙波 就可以忍生了 我相信避山門天多些 哈哈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哈哈 軍神 繼續繼續 OK 不要再掛著玩笑 然後呢 所有人呢 上來領教那個傻佬之後 都說那個傻佬實在太可怕了 敢再上來 他就沒辦法了 他久而久之 他自己都習慣了 嗯 習慣了 所以都不特地攝手攝腳了 直接說明給你聽 我回來了 給你出來 直接叫他 我回來了 好像在日本人 他有想過弄弄他 不過到最後都沒過無聊 因為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開始久而久之 習慣了 他是知道 我有腳步聲 然後聽到房子裡有聲音 就知道我傻佬供出來了 嗯 這樣就已經習慣了 嗯 如是者呢 這件事已經過半年了 半年這麼久 這半年裡面 他知道那個傻佬 不是只有一個人 否則我傻佬神總 我死了 那麼 那個傻佬呢 是跟一個女人一起住的 嗯 那個女人呢 是一個 中老年女人 很難估計那個人是誰 最直接的應該是他媽媽 是 但是就不知道的 他從來都不知道 他到現在都不知道 是啊 幾十年後的現在都不知道 嗯 那麼呢 那個女人呢 你見到 譬如在公家地方 或者在家附近 會出街的 會出街的 那個女人會出街的 嗯 那個傻佬就沒有出街 傻佬就沒有出街 應該 他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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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回來才出街的 可能的 不知道的 那不然為什麼要看你 但是女人要他出來之前 再回到街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個很難啊 那麼跟著呢 那個女人呢 就沒事的 那個女人是正常女士來的 會微笑 會點頭 會打招呼 會說一下今天很大雨那類的 是 是 正常女人來的 是的 這樣呢 但是 而且那個女人呢 會跟 直接會跟她說 不好意思啊 帶給你的麻煩啊 嗯 就是會說 直接是會客氣的 就是都知道的 是的 直接是會客氣的 會道業這樣 嗯 這樣呢 就如是者 一段時間 他沒有大叫 但是又沒有成 他只是 我經過的時候 他撲出來 跟著看著我 我都 沒有去扶 就有時候 有時候 覺得 不如搬走 但是想一下 省下他的錢 吃了也好 買其他東西也好 怎樣也好 這樣 這樣就 忍了他 那好了 那麼 久而久之 我過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那就忽然間 因為 他那時候 他也有八成時間 會見到這個 男人而已 那個男人都是需要睡覺的 到底都是人類來的 有時候 很晚 或者 中午 有些時間 都有機會 會見不到 然後 他忽然間 有一次 回到家 坐下 想一想 咦 不是啊 有一陣子 沒見過 沒見過 沒見過那個傻佬 但是門是打開的 知道裡面有人 嗯 好像沒見過那個傻佬 有一陣子 這樣 不以為言 有也好 沒有也好 你又不是搞我 我又不理你 那麼 那麼 就 一年左右 那就 回家 回家過年 過幾星期 那 之後 放完假了 就回家 真的 看見好像白蠟燭 那 不是 還沒有 還沒有 也不是 這次 他 有一次 他告訴我 他臨回老家之前 他的門 就 除了 鐵閘關了之後 連木門也關了 他說 從來沒試過 是 從來沒試過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個傻佬 到門好像 怎樣都要遷就那個傻佬 要讓那個傻佬 走出來 看東西 那樣的 所以就開著門 對 永遠都開著裡面的杜木門 沒試過關起來 那麼 接著 他說 他臨回老家之前 就 發覺了 咦 杜木門已經關起來了 有幾天 但是 都不理 你有管 做事 回老家之後 那 再出來的時候 就更奇特 就發覺 到鐵閘打開了 但是到門關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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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從來沒見過這個組合 是 他說 鐵閘打開了 是啊 鐵閘可以180度拍牆來的 就不會妨礙 不會妨礙到走廊的 OK 總之呢 他呢 從來都沒見過這個組合 那這傢伙就開始白劍了 白劍? 他呢 就 在那裡想 哇 我從來都沒見過鐵閘打開的 那麼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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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一聽 裡面 有沒有人都好 嗯 那麼 這一間 這些公寓呢 他那個設計呢 他說每一個單位都是 的了 就是一度鐵閘 之後兩三尺 之後才是道木門的 咦?有個空間 這麼闊的空間 用來給你們擺一下 擺一下雜物啊 或者 圓關 那樣的 用途 其實他自己沒有這麼多 這樣當來用 我不知道他流離做什麼 但是其實 我看很多東南亞 其實都是會有這樣的設計 我想像到 知道 那 他如果想聽聽裡面有沒有人的話 其實要入一個 他就要踩入 踩入這個鐵閘裡面的範圍 那好啦 踩進去 他真的踩進去 他真的踩進去 哇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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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不斷地留意外面了 那 就是 就是 我 都很佩服他這麼大膽 其實那個空間 是很可怕的 好像一張麻將桌那麼大 可以這樣說 對 當我進去 那個人在你後面 站在那裡就害怕了 這些 這些 就是 在走廊那裡捕你 對 那 你想走都走不了 你做什麼 那 沒有這麼戲劇性 但是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他踩進去 是 刀門就開 刀門就沒有開 那他就找了耳仔仔 他就盡量靠近到木門 是 就 怎樣 貼住 貼住到門來聽 就是 通常要貼住才拍一些 對 不知道你想聽什麼 那他呢 就是 耳仔 貼住到門 要不要秒幾兩秒左右呢 就聽到 那門呢 就開了 就叫出來 嘩 這樣 裡面看到的 就叫出來 沒有防空 叫是誰叫的 到門裡面 有人叫 好像有把口 貼住到門 叫你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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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嘩 一聲 他就覺得你偷聽他 他知道你偷聽 但是沒有可能 因為是蜜蜂 嗯 有沒有防毒 又沒有防毒 不知道 有防毒這件事 但是我猜他應該沒有裝 有批露電視 沒有人說這麼厲害 也不是 二十幾年 二十九幾年的事 都不是什麼新科技 但是 他覺得沒有 那麼 他就 喊了出來 嚇到 跌回到走廊 嚇到跌回到走廊 他剛剛 嚇到 跳回到走廊的時候 他聽到門 砰 好像在裡面有人 一錘打到門 一錘打到門 沒辦法 嚇到他馬上跑 跑回自己家 有這麼快 就這麼快 關門 然後把被子蓋著頭 什麼都好 不知道該怎麼辦 濕按 要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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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之後 牛腦就去了夜總會 哈哈 哈哈 現在倒回跑 不是 他的朋友 很年輕 應該是的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去人多的地方 亂來 當自己 當自己 好像去完大酒店 哈哈 撐個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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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了 你的朋友就回去了 他就沒有這樣做 他不想說 癡線可以的畫面是講 叫雞的牌 哈哈 這個是你而已 哈哈 然後 他呢 就 嚇到回家 但是幾天之後 他就開始覺得 其實 整個層 不要說不是整棟 他覺得整個層 嗯 就剩下自己一個人在這裡住 是啊 他本來 他都私宜很久 其實 只有他自己 還有那個傻子單位 是有人住的 就全層 因為他不是很多單位 四五個單位 這樣 這樣 嗯 他就覺得 現在 就已經是全層 剩下自己了 剩下自己 是 他覺得壓力太大了 然後就搬了 是的 這樣就 簽回一些大學宿舍 貴一點點 這樣就 就 搬進去 其實到現在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不是的 其實還沒完 還沒完 然後呢 他就簽回到大學宿舍 這樣就 搬來真職這裡 就不住真職這裡 因為他太大壓力了 說真的 你全層 幾個空子單位 只有你自己一個住 你也會覺得 而且 就算那個人真的是人的時候 你這樣偷聽完 然後被人發現 你都 好像很怪的了 你也會很怪 你自己稍為代入一下 你都會覺得 嘩 你全層是一個 以後他再看著你 你還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 在看著你的時候 你有什麼事 是沒有人幫到你 這下可能是得罪了 他主要的壓力是來自這裡 就是那個傻子站出來看著好地地 好地地 他是這樣說的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因為我起碼知道他的人 他是傻還傻 現在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是不知道什麼事 現在裡面還有沒有人 又不知道 但是就這樣被人嚇一嚇 所以就搬走了 是啊 那就搬走了 那就搬東西 因為他也住了一年多 又回不上一夜 因為他那時候也挺勤力 讀書 有些多些書 還有一些小小的脫身物 都要找人來搬 人家大件事 就找其他人來幫忙 幾天之後 他就再回去 再回去 就收拾自己有沒有什麼收拾樓 那類的 就自己一個人回去 回去的時候 這樣就有警察了 以後大家很容易聯想到 這樣就有警察 這樣的時候 就問什麼事 那些警察就不太肯告訴你 知道他那層樓出了事 也是那個傻佬的單位出了事 但是那時候的他就不知道是什麼事 就沒辦法了 就趕快收拾所有的東西 就從此 不再回來這裡就算了 想著這樣 但是呢 其實他是沒有再回來這裡 但是他之後呢 再問真些 發生什麼事 就原來呢 原來呢 那個傻佬單位呢 那個傻佬呢 就 被人 就 扔了下街 什麼 那至於是死了 扔了下街還是 扔了下街 才死呢 他就不知道 在那裡 嗯 是啊 那 照顧他那個女人呢 就來自首的 所以呢 才知道 他的單位出了事 嗯 是啊 剛才我也想問 如果有警察 其實 你整層都沒有人住 都不知道 為什麼會是 是啊 凶案發生 是啊 而那個傻佬呢 那條屍呢 是 不是在那裡的 就是說 有 他那個傻佬 不知道生還是死 被人扔了下街 之後再被人拖走 是 其實現在都找不到那條屍呢 是嗎 找得回 因為 跟他一起住的那個女人 自首了 嗯 是啊 自首了 說是我弄死他的 那但是 但是 沒有 就是他八五 那場證又不知道 就是長證就不知道 不知道這條屍在哪裡找回 就不知道了 是啊 這條屍有沒有找回 又不知道 案發過程又更加不會知道 對 案發過程又不知道 總之呢 但是時間呢 時間就是問題了 時間就是 他回老家之前 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 就是 即是說 他那天 肯定不是人 他那天 他那天 有道門叫 還有 扔到門那個 就一定不是人 還有 那個是 男人聲來的 叫那一下 是 所以 應該不是 不是那個女人 他認識那個女人 但是他都沒有聽過 傻佬的聲音 他沒有聽過 所以都不知道是不是他 是啊 所以那個傻佬呢 那時候呢 就是 他見到 兩道門關掉的時刻 就已經是 發生了 發生了 死了 起碼一個多月的 都已經 是啊 是啊 就是他跟回時間線的話 嗯 就是他很久沒有見傻佬 已經其實發生了 其實已經發生了 原來 那段時間 原來他是受害者 是啊 那跟著 那個女人 照顧他那個人 不知道是誰 就是 就 他 根據他知道 就是殺了那個傻佬的人 嗯 但是都是 他運走了 他運走了 他運走了他 就是 扔了他到街上 扔了他到公寓的空地 再拖走他 那說真的 想起來也是 沒有電梯的嘛 你一個女人 這樣拖走他 很麻煩的嘛 扔他下去 似乎最 好像快點 好像快點 還有 起碼做得到 幾秒就搞定了 是啊 起碼做得到 那 反正都是要抬了 抬幾層 然後扔他下去 是啊 扔他下去的嘛 最多不要說 會髒髒的意思 是啊 最重要是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 這個操作是怎樣 就不知道了 這個故事就來到這裡了 簡單來說就是 他知道了兩道門關閉的時候 就已經死了一個多月 而再之後 若莫一個月的時間 是有人 隔著門 在單位裡面 叫他 以及扔到門 或者扔到門 嗯 那時候應該不在 而裡面應該是沒有人的 因為 他說那個女人 扔了他下街之後 已經回到鄉下了 所以那個單位應該是沒有人的 嗯 就是這樣 一早走了 但是隔兩個月之後 又走回去自首 嗯 不知道他去哪裡自首 是啊 就是這樣 是 那一刻 這一件就是他 大學 大學時代 最離奇的 對他來說最離奇的一件事 嗯 OK 多謝 他可能他心想著 唉 一路見到你是人就好 嗯 嗯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啊 就是寧願你在那裡看著 他知道只有一個人在那裡 人而已 不是 因為我見到的東西 不會是最害怕的 最害怕是見不到的東西 是啊 是啊 不過也很難形容 就是這樣說 是啊 感受難搞 因為 是啊 如果說起來就會很有趣 就是 別人你又覺得別人麻煩 嗯 摸實你 是啊 都不在那裡了 你想怎樣 是啊 是啊 還有 就是他都說 他其實都幾諒解 他說 其實你 雖然說 那單位不是很多噪音 就是他講 他說那單位不是很多噪音 但是你都不知道照顧他那個人是怎麼想的 你不知道 平時的時候 你要幫他做些什麼 我反而都不需要猜測他背後 其實他又對你說真的 是有一點點壓力 但是真的都可以習慣的 是啊 可以習慣的 他都說他真的習慣了 反而之後就沒得習慣了 就是想習慣都沒得習慣 是啊 就算不發生那件事 而讓你知道 沒有進去 然後有一天有警察來 你都怕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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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狀態 不會發生那件事 都很恐怖 可能整棟就是 如果整棟公寓 走出來都不夠二十人的 但是有四五十個單位 大哥 你都會覺得 那裡鬼城 是啊 對啊 就是因為他說壓力太大了 多便宜都是假的 你付錢他住他都不肯住 那搬得到而避免的都是唯一的選擇 最怕你是走不到而已 走到,幸好這兩個就沒有攔住他 如果你說這兩個人都敢殺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他回想回頭,我想他都會覺得幾害怕 即使是有件這樣的事情發生,都是過客 雙方沒有太多交集 可能如果過往多交集更多 亂想 他現在回想都很恐怖 當然恐怖 你全層扭你一個,一年半載之後 分分鐘你動扭拆的時候才被人找回來也不奇怪 是啊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今晚這個起殺雞皮的故事,很厲害 謝謝 今天多謝大家收聽 對,今晚來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次再見,拜拜